大家好,欢迎回到毛怪老师的漫画小剧场 上次的大逃杀游戏呢,最后我提了一下,我试图挑30条命 在那个变态的网游里呢,当然是开玩笑的说法 但是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这个Konami Code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流行了30多年的经典的30条命秘籍 这个秘籍的来源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了解 它的发明人是科乐美的程序员大人乔本赫九 可惜呢,乔本赫九已经于2020年去世了 它在1985年的时候正在移植阶级版的宇宙巡航机 因为游戏的难度太高呢,它为了方便测试 在游戏里私自藏入了这么一段代码 在游戏中暂停,然后输入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就能获得满级的装备 后面有人问它这个代码为什么是这样的 它说只是为了方便记忆 但是在游戏发售时呢,它并没有将这段代码删除 是它故意留下的,还是说它忘了删了,这已经无从考证 不过呢,你要是一个热爱游戏的程序员 你会怎么办 但这个秘技广为流传呢,是从浑豆罗一代开始的 在那个FC游戏的黄金年代 很多像我这种穷小子 如果家里能有一台盗版的红白机 那都是跟家长软磨硬泡给磨来的 在家里能玩上浑豆罗 那在同学中都是相当有面子的 当然了,刚刚接触浑豆罗的大部分的熊孩子 都跟我一样属于手残党 后来呢,也不知道从谁嘴里得知 浑豆罗可以调30条命 这个秘技就是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肯定有人会说啊,那不是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吗 不只是这样啊,关于这个秘技的传说呢 还有其他版本,比如上上下下左右左右ABB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不过都差不多啊,反正就这几个纽来回按 不过官方的正确秘技呢,只有一个 就是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只有一次BA 你说我按两次BA也可以啊 那是啊,当然可以了 因为你按第一次的时候这个秘技就已经生效了 你按的第二个是没有用的 就因为这个呢,我之前还在网上跟一个傻子吵起来了 我说你第二次BA是多余的 他说,两次也可以啊 我说,按两次的秘技是错的 虽然能生效 但是你并不知道真正的秘技只按一次 他说呢,你说的话有问题 两次也能生效,并不是错的 后来呢,就陷入文字游戏的怪圈了啊 我现在也懒得跟这种人扯淡 为了更加佐证科乱美密码 只是按一次啊 咱们来看看这个无敌破坏王啊 这个片段是电影59分39秒的 看完了吧 好,下面呢我实际来测试一下这个秘技 一会儿呢再说几个有关这个秘技的其他的应用 好,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我没有FC的机子 所以现在我用模拟器来测试 而且我的手柄呢 现在只有一个PS4的手柄 那上面的什么圈啊叉子之类的 对应AB键看起来很不直观 所以我用键盘来代替 现在FC的模拟器呢 我已经完全映射成上下左右BA 手柄上是什么钮 键盘上映射的就是哪个啊 上下左右BA 然后START映射的是S键 SELECT选择应用射的是T键 大家知道就好了 上下左右BA 好,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浑豆螺啊 浑豆螺有美版跟日版 我们小时候见到的最多的其实是美版 所以我就来用美版测试啊 先把这个美版拽进来 浑豆螺美版 直接输入秘技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START 30条米WALK 对吧,成功了 好,我们现在来测试另外一个啊 美版再拽一遍 拽进来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 这不用看 肯定是可以的 对吧 肯定是可以的 因为第一遍BA已经成功了嘛 这个咱就不用说了啊 我们再试另外一个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BA 看看可不可以 不可以 是吧 再来试另外一种啊 我们测试A,B,BA啊 上上下下 左右左右 A,B,B,A START 不可以 对吧 那我们再测试一个日版的吧 也测一个啊 浑豆螺日版 上上下下 左右左右 B,B,B START 看一下 日版就是多一个过场动画 看一下 REST 30 对吧 没有问题 好了 那么我们浑豆螺这个秘技 基本应该能清除了 是吧 正确的这个 30条命秘技就是上上下下 左右左右BA 好了 下面我们来测试这个宇宙巡航机 这是乔本荷酒第一次把这个秘技藏在FC的游戏里面啊 它也分日版美版 它是好像关卡有点区别的 秘技是一样的啊 我们还测试这个美版 RIDES 放进来 好 它这个不是30条命啊 我测试了不管用 不是30条命 START 它的秘技是这样的啊 在游戏中暂停 然后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看 装备都出来了 是吧 满装备 然后再让START开始 这样就可以游戏了 满装备 想死要死得很快 这是满装备 好 我们现在来测试宇宙巡航机的二代啊 这个是30条命 但是上了必须按一次START要到这儿 上上下下左右 哎呦 按到没按到又重来一次 宇宙巡航机二 拽进来 要上 按一次START到这儿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START START开始 哎呦 看这个地方 对吧 30条命 现在剩余29条命 这个30条命呢 在沙漏漫舌里面也可以应用啊 但是经过我的测试呢 好像只有美版才能生效 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这是沙漫漫舌的美版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START 看下面 剩余29条命 对吧 这是沙漫漫舌 好我们来测试另外一个有趣的游戏啊 是什么游戏呢 看一下啊 俄罗斯方块 哎对 这个KONAMI CODE在这里面也能用啊 怎么用呢 我们先开始游戏 它呢是在游戏当中任意的时候 你暂停游戏 START 然后输入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你看 它就变成了一个棍 但是这个密集呢 在整个游戏中只能使用一次啊 这是经过我的测试是这样的 START 好我们再试一次 就不管用了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之前那个宇宙巡航机也是只能使用一次 就是满装备的那个 混沙漫一代呢 还有一个选关密码 但是目前只有在日版里面可以生效 它的方法是 先开始游戏START 然后同时按住上左A和选择 就可以进入选关 我们开始第八关 这键位也太别扭了 就这样吧 都说了这么多混沌螺了 咱们顺便把混沌螺二代也说一下 混沌螺二代也有一个30条命的密集 啥呀这是 MG这是啥东西啊 开了一个山寨 太吓着 哇这个音效太可怕了 赶快换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啊 右左下上AB 这是混沌螺二代的30条命的密集 这个 这个KONAMI CODE在混沌螺一代之后呢 是广为流传 除了科乐美 很多游戏里都用了这个密集 甚至连暴雪也藏过这个彩蛋啊 守望先锋 美福 台福的首页 输入这个密集呢 那你就会看到很多滴吧 不过这个彩蛋目前已经被暴雪拿掉了 甚至呢 在加拿大央行庆祝建国150周年时 加拿大发行了10元的纪念钞 并在网站上藏了一个彩蛋 这个时候呢 你输入KONAMI CODE 就能下钞票语 同时呢 还播放加拿大的国歌 但这个网站现在好像也是消失了啊 你们谁能让自己去试试去 死亡细胞里有一个变态的武器 陈星 它的获取方式呢 就是在游戏中直接输入KONAMI CODE 之后呢 就能直接获得 这玩意儿威力极其变态 不过呢 你得买这个恶魔城的DLC啊 我这种手残档呢 就通过一次关 我就不买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应用 就是在埃尔登法环刚开始的白面具这里 你输入KONAMI CODE 就会直接获得几件变态的装备 不过呢 这好像是个谣言 谁想不开可以自己去试试 很多游戏都可以用KONAMI CODE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陈星呢 你上网一搜 到处都能找到 另外在恶魔城王子外传这个游戏呢 KONAMI CODE 也是可以用的啊 这个王子外传 相信大家都玩过啊 非常好玩 在这个地方输入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听到音效了吗 生效了 然后unstart 然后你这个游戏就卡死了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 别看了 这什么都没有 这是网上查的 我不认识指纹 有认识的朋友呢 可以翻译一下 这是在这个游戏里面 一个KONAMI CODE的恶搞 好了 听到这儿呢 请动动您的金手指 给毛贵老师点一个赞啊 这几天呢 毛贵老师在疯狂玩游戏 脑子里不想想的那些什么策划呀 程序的故事 这些故事你们听着很开心啊 但每次从我脑子里过的时候 我都哗哗的掉头发 再这么下去呢 我肯定得猝死 但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好 如果你想继续听 有关游戏开发和职场的有趣故事 请订阅毛贵老师 订阅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see you next time